今天我們先修唐眉 如何是屬於修唐眉的位置 這是眉頂 這是眉底 撥上來的時候要輕手 然後上來要按住 眉頂的位置停 這個刷就是停在眉頂的位置 梳上來的時候要輕輕地推一推 然後放下來 眉頂的位置就會剛好 剪一半 剪刀的弧度是向上的 眉中 往上剪 後面呢 因為毛向下 而那個向下呢 我們就需要剪貼它 因為我們不需要它再撥下來 所以我們要剪貼的下面 這個時候我們把剪刀的弧度 就要向下的 對 先拉直 先拉直 因為我平時只是蚊子 所以毛是長得很長 就會蓋著 嗯 其實你是要剪多個拔 對 因為我尾巴會很像壽工一樣 好 我們先用紙巾 換走它 這些呢 我們就可以拔 這些下面再有的 我們就拔 我們就是剪了這些多餘的 我們才再拔 我整天都是先拔 不行啊 那你那些毛呢 怎樣拔的 你都覺得不漂亮 是啊 就有時候 這裡可能就會突然間 這裡好像少了一張 對 你會覺得有些小小小的感覺 嗯 好 我們拔完之後 我們可以掃多一次 看看有沒有一些位置 我們可以再調整 你這裡的毛呢 不是有一條黑色線嗎 對 因為就是它的毛 搭著搭著那些位置 它就搭得很密 嗯 所以你應該要再剪一下 這裡可以再修一下 讓它不要那麼密 變了一條黑色線 是啊 我看到這一塊 是的 其實男生修眉和女生修眉呢 嗯 技巧上是否都是 都是純粹用自己的頂和尾 然後再這樣推回去修 都是的 但是男生呢 我就喜歡它的毛流那麼重一點 就不會修得那麼甜 男生呢 最好呢 就剪一下這些毛 這些毛 梳一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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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感覺會更自然一點 好 我覺得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可以這一段 可以我們這樣打直尖 即是髮型師 對了 髮型師這樣這樣 因為不偷薄這個位置 都是燥的 都是深色一點的 看到嗎 我們將它偷 這些眉毛大戶 剪掉也有 是啊 眉毛大戶 剪掉也有那麼多 現在就輕一點了 嗯嗯嗯 輕一點之後 滑眉就會覺得順手很多 嗯 對 我們的收眉就完成了 好 到你自己收了 啊 可以的呢 緊張 首先是這樣 拿工具 對 推上來 那些毛要直的 嗯 這樣 這樣 不要這樣 推一下要輕力 哦 因為我這樣 對 上到眉頂就要大力按住 這個 對 剪一半 剪一半先 不要剪那麼多 對 對了 我們要留一條後腦給自己 對 對 對 OK 好 繼續 這樣 對 對 前面的位置剪了就不要再剪了 哦 OK 對 好 其實 好像挺好 OK啊 OK啊 就眉中間了 對 去中間了 對 拉直多一下 掃多一下 對 掃順它 推我一下要輕力 哦 對 我發現我經常推上去的時候 都是連我整條眉一起推上去 對 你不會推動肌肉的應該 然後再打開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眉是比這一邊高的 所以我們要在眉頂做一個剃的工作 剃刀要四十度割去接觸皮膚 按住皮膚 不要直接刮,皮膚一起移動就刮得不準確 很多毛毛朋友 對呀,毛毛朋友 刮的時候動作要細 刮兩下,會聽到毛毛聲 第一層要先停 因為要看一看 現在只有一點,但還未夠旁邊 所以可以再多一點 逐少 逐少 兩邊的高度差不多 這條眉毛是長一點的,所以眉尾要長一點 所以這是正常的狀態,不用擔心 只需要了解自己,哪邊是長一點,短一點,高一點,低一點 我們便會遇到角度去畫 現在眉毛已經收得很接近 之後畫眉便會輕鬆很多 還有,你覺得自己收了眉毛後,女生的樣子出來嗎 我覺得因為之前太多眉毛了 還有,我的眉毛是… 即是,眉尾要長一點,但角度又在上 對呀,現在便會平衡一點 因為你本身的臉型都是瘦和長的 所以你的眉毛平一點會漂亮一點 好,今次的收眉教學便完成了